洗车店外一言不合 男子开车堵住门口 势态快速升级 老人店内遭受毒疼 老人抽刀反击引来争议 到底是被迫自卫 还是参与互殴 金牌律师团深夜无诉客 今晚即将播出 金牌律师团 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欢迎收看由辽宁省司法庭 特约播应的全媒体法律服务类节目 金牌律师团 本期一题的关键词是 寻衅滋事正当防卫 根据本期的争议话题 栏目在金牌律师库中 选取了刑事领域的江峰 张雪阳 福维方律师 组成本场代理律师团 本期请到演播室提供对立视角的 X律师是法学客座教授丁绍云 在今天的交锋当中 他将以反方视角 为当事人提供帮助 本期委托人来自沈阳的陶磊 他和父亲共同经营着一家洗车店 不到一个月 父亲被两个陌生人 在店内一顿毒打 让陶磊想不到的是 不久之后 父亲竟然被起诉了 涉嫌罪名是 故意伤害 眼前这一幕 发生在辽宁省沈阳市的一家洗车店内 拿刀的人是谁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冲突 冲突又因何而起 让我们把监控调到当晚的80连二分 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店门口 郝磊的父亲提出反对 看着车主转身离开 陶磊父亲对他临走时说的话 也并没有在意 几分钟后 车主再次进入洗车店 双方的火气一点点升温 孔某某丢下了一句话 今天我就照五千块钱削你 这个时候说了两遍 五分钟后 监控里出现了另一个男人 也就是孔某某的岳父 暴力升级 陶磊的父亲被对方两个人打得不断后退 最后被控制在休息室内 动弹不得 然后我父亲就已经跑到我这个监控室里边 那是不对外的 我们那个休息室 但是被他们两个给碾上 再一次被控制在地面 当时我父亲是被他们 他们其中一个人控制我父亲的头部 一直是压着我父亲的头部 事情随后出现了转折 八十十八分 在监控画面里能够看到打人的两位 这时陶磊父亲突然冲了出来 手里还拿着一把刀 当时我父亲就拿着刀背 已经很理智了 拿着刀背对他们进行了反击 那么作为我父亲来讲 怎么确定他不能再回来打我了 因为他已经是多人多次追打我父亲 正是因为持刀反击 陶磊父亲和对方面对相同的指控 双方均涉嫌故意伤害 换言之 当晚的这场打斗 很有可能被认作护殴 人在家中坐 祸从天上来 父亲挨打后进行防卫 却被定成故意伤害他人 陶磊无法接受 他安顿好父亲 只身来到金牌律师团 希望律师们能够帮帮他的父亲 我保证本场均为真实的表述 我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你好陶先生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 你好主持人 我们从监控录像上看 大部分时间是孔某翁虚二人 殴打你父亲一人 那你父亲的伤势如何 他的肋骨 三根肋骨骨折 然后腰椎骨骨折 最严重的伤在 他的右腿 前叉十字韧带 是完全断裂的 再加上他的头部呢 有两处 触裂伤 长达七厘米 那么就你看 目测这么严重 做伤情鉴定了吗 伤情鉴定是21年的10月份 出的结果 显示呢是两处轻伤二级 一处轻伤一级 据你了解对方伤势如何 对方是孔某的岳父 是在第二天中午 检查出有两个肋骨骨折 属于轻伤二级 孔某本人呢并没有受伤 毋庸置疑 这起矛盾 这起冲突 是由于孔某将车 停在了你们家洗车店的门前 但是就你提供的监控录像 室内的角度来看 其实看不太清楚 孔某多大个车的范围 在这个监控范围之内 而是只能看见一个车的尾部 他这个停车的方式 也得到了司法机关的一个认定 也得到孔某他本人的一个认可了 就是因为他是斜停在 我这个店门口的 他这种停法 对于前来洗车的顾客 手法好的话 他就不影响进出 但是有一些手法不好的 他可能进去容易 但出来的时候就很费劲 那那天跟孔某沟通的时候 之前是你父亲心情不好吗 没有 在我父亲看来 他这个停车的这个行为 确实是影响到我们了 然后我父亲实际上已经退步了 就问孔某说 你认为你停在这儿有没有毛病 然后孔某说 我认为没毛病 然后我父亲就告诉他了 那你认为没毛病你就停在这儿吧 你认为你父亲说 既然你认为没毛病就停在这儿 已经是你父亲对这一事件做出的让步 对 他实际上已经不再制止这个停车这个行为了 你可以停在这儿 就没有必要再发生后来那么多事情了 你觉得他的行为是什么行为 他的行为我认为有点太霸道了 有点太欺负人了 江律师 在陶先生看来 孔某将自己的车停在洗车店门前 之后又召来了妻子的车 是一种挑衅的行为 而且已经欺负到家了 你怎么看 你怎么来判断说 这个第二辆车来到门口 是为了继续赌门 因为我的监控里边有录音 他说了 这个车今天我就停在这儿 明天我还开来 那他妻子当时开这车来的时候 他有这样的表达吗 他妻子没有 他妻子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劝阻或阻拦 或者什么样的行为吗 当时我父亲在卫生间 然后呢 他们开来第二台车之后呢 孔某就怒气冲冲地 冲到我这个店里边 然后他的第一个行为就是 破坏我的洗车设备 踹了我洗车设备一脚 他就开始薅着我父亲的衣领 就是口中就充满了谩骂 然后薅着我父亲的衣领 把我父亲摔到 我们的一个隔断墙上了 然后摔完我父亲之后 又拽着我父亲的衣领 从里边拽到屋外 您刚才提到了几个字眼 第一个是挑衅 第二个欺负人 欺负到家了 并且有这种殴打 谩骂 其实从这个案件的定性上看啊 就是说因为它已经构成 一个刑事犯罪了 有可能涉及到两个罪名 对方就是故意伤害 或者是寻心自事 那么两者之间的区别上看 简言之表达 就是说故意伤害是事出有因的 纠纷 方程打斗 然后寻心自事呢 一般讲是无是生非 面对这种不特定人 公众场所进行这种宣泄 这个案子 确实难 可能也就是难在 对方的伤情上了 对方也是一直 倚仗着他这个伤情 那既然已经是两败俱伤了 有没有就此坐下来谈一谈 后续的治疗啊 以及解决的方案啊 这个案子升级为刑事案件了 可能对方迫于某种压力吧 就找我谈过一次 但是当时他们家的态度真的是 太蛮横了 所以当时那种我就没有同意 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提过协商的问题了 因为他们就是倚仗着 大不了就双方一起都进去服刑 你觉得是他不担心自己坐牢 反倒你们家会担心你父亲坐牢 是的 我父亲如果背了这个罪名的话 实际上对我们家庭打击非常大 我孩子很小 我得为我孩子的前途考虑 那你觉得整个事件发展过程中 你父亲有做错的地方吗 我就是恰巧那个时间节点 我拿出监控看了一眼 正好是我父亲挨打的那个过程 我的第一反应是确实 指责了我父亲 当我返回沈阳看到我父亲躺在病床上的那一刻 我就感觉到这话别人说行 但是我作为儿子来讲 我不应该去这么指责我父亲 当时那种感觉 就是我看着我父亲被打 然后我却无能为力 你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就是想请 因为我父亲吧 他是挨打受伤在前 他防卫在后 所以我想请律师帮忙确认一下 我父亲他是正常防卫 门外停一辆车 自己说一句话 竟惹来了祸端 让老人想不明白的是 自己明明是被打后挥刀吓走对方 为什么就涉嫌故意伤害了呢 我们也剪出了一段视频 来还原案发的那几分钟 到底发生了什么 来看老人是被动的防卫 还是主动的侵害 随着案件的进一步发展 双方都在各自向检察院举证 陶磊和父亲拿出了 当时的视频监控录像 当晚8点02分 黑色轿车车主孔某某停车 与陶磊父亲发生狗角 留下话 我还有一辆车呢 我还开过来 五分钟后 孔某某和妻子开了另一台车 停在洗车店门口 8点17分 岳父赶到 能清晰地听到 人呢 还聊得他了 那就打呗 随后 孔某某一拳击倒陶磊父亲 接下来的画面 发生在店内的监控室 8点19分 打人的岳父宋某某和女婿孔某某 被劝离出监控室 出现在下一个画面 此时老人突然持刀冲了出来 寻找打他的孔某 抽刀 砍击 随后都被控制住 那么站在防卫人的角度 当时的那个环境之下 我父亲不知道谁是打他 谁是不打他的 他不知道哪个邻居是拉架的 就感觉这一屋里边都是敌人 东国监控 对方认为 我们已经停止殴打 而你此时拿刀冲出来 形成了护殴 所以双方都是故意伤害 然后我父亲实际上 是通过视频办放 是拿刀背呢 确实是有 这个击砍的一个动作 砍的是 这个右肩部位 然后呢 他这个右肩部位 也有一个个痕 事情的焦点在于 在老人的判断里 对方并没有停止殴打 他们还在自己的店里 自己随时都有危险 在对方的判断呢 此时已经收手 老人拿刀出来砍人 伤害的意图很明显 那么老人挥刀 到底是自保还是攻击 反复研究视频过后 金牌律师即将出战 现在案件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目前司法机关 以我父亲为中心 把这个案子分成了两个 一个是我父亲作为被害人 另一个呢 是作为犯罪嫌疑人 这两个案子的涉案双方 均是涉嫌故意伤害罪 这在我看来 就是有点 个打五十大板的意思了 据你了解 你父亲当时为什么向屋里跑 他说当时就是本能的一个反应 而且我那个屋里边吧 它这个空间很小 然后当时呢 这个灯光特别浑暗 然后屋里边还没开灯 实际上咱们监控看嘛 这个画面非常清晰 那是因为这个监控有夜视功能 但是实际上我父亲 他这个环境是特别昏暗的 他在这个躲进这个小屋之后 一下子冲进去那么多人 然后他被控制在下边 然后孔某啊 对他持续性的殴打 长达一分多种 而且打的都是我父亲头部啊 心脏啊 这些要害部位 当时他也分不清 谁是打架的 谁是拉架的 所以他顺手 就是一个下意识的一个动作 拿出了这个西瓜刀 然后我父亲他本人公说了说 我不能用正面 用正面可能会把人砍坏 所以我用的是背面 其实你父亲非常清楚 在店主那个屋里放了一把刀 因为这个刀是我的上一任店主留下来的 我们父子俩在装修店铺的时候 可能就顺手放到这个休息室 留着这个夏天我们切一个西瓜啥的能用 可能我父亲下意识地就能感觉到说 这里边有把刀 然后顺手在他有反击能力的时候 可能下意识地就把这个武器拿出来 你刚才的诉求也讲到了 其实你就是想来让我们金牌律师 帮助你来认定你父亲是一个正当防卫的行为 而不是一个主动侵害 比如说 当时他们二人打你父亲的时候 你父亲正好能够到这把刀 反击 毋庸置疑 就是正当防卫了 张律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针对这一行为呢国家出台了很多的司法解释 或者是文件 那么2023年曾经有一个 这个是明确地指出 针对于因琐事发生争执 双方均不能保持克制而引发打揍 对于过错一方先动手 且手段明显过激 还击一方造成对方伤害的 一般认定为正当防卫 所以目前你比较倾向于 陶先生的父亲吃刀追出去的行为 是正当防卫 刚才你也谈到了护殴 那是不是在别人打我的时候 只要我还手了 就会被定型为护殴 如果简单的 你打我 我还手就是护殴的话 那这种判断就过于武断了 回到我们今天的正当防卫里面 那我们这种还手的行为 到底是不是针对的一个不法侵害 到底有没有超过一个必要限度 这是我们考量 它到底有没有构成正当防卫 或者是护殴的一个标准 你们俩有没有共同回忆过 刀究竟砍向谁了 砍到什么程度了 对方的二级轻伤鉴定结果 跟你父亲砍到哪儿 有直接关系 我父亲就十分肯定地说 我只砍到他肩膀部位了 我没有砍到他胸口的胸部 但是孔某他岳父肩膀 确实是有一个个痕 这个是有照片印证的 但是他是锁骨下方的胸部 肋骨骨折 我父亲说 从头到尾就没有承认过 这个伤是他砍出来的 他也没碰到 怎么证明他第二根和第三根 肋骨骨折 和我这把刀的 这次的击打行为 存在着因果关系 这是我目前都没有搞懂的 福利师 如何能够搞懂 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您父亲的伤情报告 是怎么写的伤势呢 结果显示 是孔某岳父的伤为 钝性外力所致 当时我们要求 想要做一个 孔某岳父的伤 和我父亲这把刀 有没有关联性的 这一个鉴定 当时司法鉴定中心 出具了一个 不与受理通知书 内容是 孔某岳父的伤 不能确定为 涉案工具所致 所以不与受理 顿性外力所致 这个时候 他这个伤造成的原因 有没有可能会是 您父亲造成的 有可能 但是他也有可能是 比如说他自己 在击打的过程中 磕到哪 或者磕到了 您父亲的手肘 或者是磕到了 拉架人的手肘 或者是孔某某 他打错人了 打到了自己的岳父 这都是有可能的 我想问您一下 因为这个刀 它是非常薄 所以说如果这个刀造成 它应该是有 长条性的淤子伤的 您父亲身上有这个伤吗 他受伤的第二根 和第三根肋骨 这个部分 没有任何痕迹 那就像陶先生描述的 那他既然没有 长条性的淤子状的伤 那我认为是 不能确定 这个伤是否是刀造成的 陶某的父亲 在看店的时候 与孔某发生了矛盾 并且遭到了 孔某及其岳父的殴打 随后反抗 结果老人 涉嫌故意伤害 那么老人反击的行为 到底是不是正当防卫呢 三位金卖律师 请提问 那个休息室是一个 怎么样使用的情况 平时都用作什么呀 监控视频都在那里 然后我父亲平时白天 休息在那 有的时候晚上还在那过夜 这个用拳脚打的 这个严不严重 力量有没有很暴力 据我父亲的反馈的话 基本上就是吓得死手 通过监控咱也能看到 他一直在打着一个头部 然后打着一个心脏 一直在打着心脏的部位 对方在什么情况下停的时候 当时是被邻居给分开了 然后邻居推着他们 从礼物把他们推到外部 但是他们依然还对我父亲进行辱骂 那么通过我们进一步的详细的交谈 那我内心确定了 更加坚定了 我觉得这个事应该是 虚心自事 但是后续的几个行为 是把这个行为扩大化了 也就是我们讲的借故生非 那么从我个人的理解上看 我首先判断前面是 虚心自事 那么后边的防卫的正当性就会更强 因为虚心自事是一个 比较恶劣的一种暴力犯罪 他有一个肆意殴打他人的情节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防卫的正当性会更强 他当时还是有一定理智的拿刀背 所以我们觉得行为也没有 必然地超出一定的范围和限制 那么造成结果上看 更是没有超出这个必然的限制 已经被追进那个小屋子里面之后 那你当时父亲的想法是说 那个空间对他来说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吗 我说你当时为什么要往屋里跑 然后他说那屋里边那块有个门呢 然后但是没想到就是被他们又给追上了 就是没来得及去去做这个动作 然后就又被追上被殴打 是这样 那在被殴打之后 就是在短暂的 他们松手被人拉开之后的那段时间 那个时候你父亲的状态是什么样 他的头部是一直被控制在下边的 他不知道头上都是谁 都谁在打他 谁是在拉架的 他分不清 再打我就把我打死了 那么我们回归一下现场 其实对于陶先生的父亲来说 那当时是进入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安全又比较私密的一个场所 那么虽然是洗车房 但里面这个空间呢 一般人是进不去的 而且呢他可能白天或晚上也好 会在那居住 那么其实是符合了一个入室行凶的一个氛围 我整个人很恐慌 所以说他判断不了 这几个人是已经停止了侵害 他觉得他随时可能还被人击打状态 我觉得这个时间节点是没有问题的 是构成正当防卫的 那我跟前面两位律师可能是有一点不同的看法 因为我认为啊 无论是故意伤害也好 正当防卫也好 那孔某某岳父的伤 一定要与您父亲的这个行为有因果关系 那现在其实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的 他没有皮外的伤 是没有办法去确定他到底是由什么外力所造成的 所以说完全没有办法确定 您父亲的这个行为与这个受伤结果 受伤的结果是有因果关系的 所以与正当防卫和故意伤害都没有任何关系 明白 针对第一轮焦点 X律师请提问 视频最开始啊 你爸好像是说了一个叫什么 就什么意思 问了这么一句话是吧 对 你当时说 你觉得你爸那个开头的语气有点问题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 可能就是在这个语气 声调上可能是 有点过高了 用词呢 用词我认为在东北的话 啥意思 太常见了 那个就是说 我在这个案件的问题上 我和三位律师 有些观点是一致的 但我们也有一些这种分歧 比如说 至少在孔姆心里边 他认为 他在社会的鄙视链里边 和那个小涛 他爸有差距 你有什么资格 说我这样一句话 他的根本不是你说了什么 而是谁对他说一句话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他就完全符合 刚才江律师讲的那个叫什么 无故殴打他人 就是借故生肥 在这种事态升级的时候 责任在谁 把我们都欺负到没边的 然后我们还弄一个犯罪 那这里边 他是有个法律逻辑在里边的 就是说 法律支持正当防卫 但是法律不支持报复 针对X5观点 三位金派律师 有什么样的看法 报复的问题 我内心是不认同的 如果这种评价 可以适用于 在正当防卫案件里的话 那么没有正当防卫存在了 我觉得你的立场上 可以不认同 但是我不太相信 你的内心不认同 因为一般来说呢 你如果是一个普通人的话呢 你遭受了别人的欺辱 其实人的本能的反应 是打回来 或者是骂回去 就是我要找一个评 我要对等的 让你付出图案的代价 法律的制度是说 我支持你防卫 但是我禁止你报复 人在防卫的时候 他首先想到的 肯定不是法条 条是说 我要怎么怎么样去保护自己 我可以采取一个 什么样的限度去保护自己 他想到的 就是说 我现在处于一个很危险的状态 我要反抗回去 那如果这种反抗 被认定为一种报复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种 开启了一种道德评价 它是一种对于 行为性质的一个 一个负面的一种评价 关于报复和正当防卫 这个事情 我觉得报复和正当防卫 它没有一个 非常明确的一个区分 就是它是报复 它就不是正当防卫了 就我们举个几年前的例子 比如说龙哥反杀案 那么他当时被 这个不法侵害人 这个不断地用刀背 勾打的时候刀掉地上了 他当时捡起这个刀的 这一瞬间 他是不是想报复 我都被欺负成这样了 但是这案子最后 也被定成了 这个正当防卫 全案来看 如果有更多的点 能够证明 其他人也跟孔某某的岳父 有过这个身体上的接触 是对于我们 做无罪辩护更有利的 你说的这个逻辑我理解 但我不同意你的策略 我为什么要去证明 他是怎么受伤的呢 就是我只要求你 简单要证明给我看嘛 你认为这个骨折伤 是刀砍的 人家鉴定机构都拒绝 做这个鉴定 不于受理 就绝对地排除了 你的刀砍 刀可能造成的伤的 这种可能 对方现在被认定为 故意伤害罪 但是我们的律师 统一认定为 更倾向于 寻衅滋事罪 你了解 如果他罪名产生变化了 意味着什么吗 最直观的这个了解 就是他的刑期是不同的 首先这两个罪名 在量刑上 它是有很大差别的 故意伤害轻伤 是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管制或者拘役 那么寻衅滋事的话 它是危害社会 社会止序的一个案件 这个罪名的起点 就非常重 五年以下 造成这个多一处轻伤 可能这个刑期 还会相应的多几个月 所以它的结果 要远远地重于 这个故意伤害 所以这个 我们探讨这个东西的 价值和意义就在这 明白 持刀反击 老人涉嫌故意伤害 我目前最担心的 就是我父亲 他能不能有这个牢狱之灾 忍气求和 还是继续追责 律师意见 分歧卷益 这个前提就是 您能接受这个风险 他甚至已经背离了 金牌律师应该有的立场 我还手就是过欧的话 那这种判断就过于武断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 金牌律师最终能否会 一挽狂澜 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 有极大的风险 您父亲会被判斥 这和解了 那说明 你们这种人就该打 打完了以后 我们必须赔钱吧 金牌律师团 深夜不速客 正在播出 一场无望之灾 陶先生的父亲身上多处骨折 并且入院治疗 当然 对方 在伤情鉴定上 也达到了伤情二级 那么在两者均受伤的前提下 陶先生还是否有权力 向对方主张赔偿呢 除了日常上班 陶磊几乎把所有的时间 都用在了父亲的案子上 他自学法律知识 为的就是能够更好地 为父亲辩护 全程我父亲就是因为 这一句话吧 这个啥意思 就被他们家打成那个样子 这么长时间一直在做这件事 就是想给我父亲讨个公道 目前 父子俩依旧经营着 这个24小时自住洗车店 可父亲脸上却再没了往日的笑容 随之一起消失的 还有他健康的身体 我认为 这个这件事是因为一个 很小的一个停车事件引起来的 完全可以不必发生的 这样的话 对待我们两家来讲 其实没有赢家 目前老人和对方都收到了 涉嫌故意伤害的起诉书 换而言之 挨打的陶磊父亲 因为持刀反击 有可能因故意伤害而判刑 面对深夜不做客 老人能否免除刑责 金牌律师再次出战 你父亲被打后是怎么治疗的 他是先去到公安医院 先验得上 然后伤情比较重 然后公安医院就是建议去 这种公立医院去入院治疗 然后当时我们就转到这个公立医院了 那目前花费了多少钱 我父亲的医药费用是近十万元 然后这笔费用呢 也到目前为止 也都是我自己垫付的 你主张过让对方赔偿你吗 主张过 我们提的是 也是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 然后现在目前 我主张的民事赔偿额度 可能是十一二万左右吧 大概是这个数额 那对方也达到了轻伤二级 那他的医疗费用花了多少钱 你知道吗 但是他们的证据有限 他治疗的费用可能就是1400块钱 这是咱们这个司法机关予以支持的这部分 只有1400 你目前最为担忧的是什么 我目前最担心的就是我父亲他 究竟是能不能有这个牢狱之灾 针对第二轮焦点三文金白律师请提问 就是我们在这个刑事的这个案件里边 是我们直接提起了民事诉讼吗 还是你想在诉讼之后 再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一个索赔 我目前是刑事附带民事的这个诉讼 然后现在我也有个很大的疑问 就是我父亲在住院期间是花了 直接的经济损失是近十万块钱 但是我父亲出院之后 他住院只住了二十天 然后出院之后给家卧床半年 这半年期间的这部分费用 我们可不可以进行主张 正常来说 如果是您已经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话 那这部分费用其实法院按照司法实践 其实支持不了的 那如果你想提出一些什么精神损失赔偿 包括一些伤残补助 其实都是不支持的 刚才张律师提问了您我们这边的赔偿诉求 那您说这个案子还有另外一个案子 就是咱们父亲作为被告人 然后这个受伤的孔某的岳父作为原告人的这么一个案子 那对方有没有向我们这边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呢 对方也是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那针对于我们刚才的观点 一罪从无的这么一个原则 我认为没有确定因果关系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对于对方的诉求不予赔偿 现实的问题是您父亲已经被立案了 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有极大的风险 您父亲会被判刑 所以如果我作为律师 或者是我作为一个司法的从业人员 不管是哪个机关 在哪一个环节我都会去让双方在这个事上进行稀释宁人 双方进行一个和解 稀疏指争 这样的处理的结果是大家最愿意看到 也最能接受的 我父亲不止一次地告诉我 儿子就算判我有罪了 我即使进去 我也不能原谅他家 我要为我父亲讨回公道 好 针对第二轮交点 X律师请提问 刚才对三位律师的这种 在第二阶段的观点啊 我非常不同意 我尤其不同意江律师的刚才说的每一句话 他甚至已经背离了金牌律师应该有的立场 你看他持续地在劝小涛在和解 就是说我相信那个江律师和他的主观的出发点是对的 我希望你和解 争取你立场 如果小涛按照江律师的建议去和解了 那说明孔某是对的 你们这种人就该打 打完到最后 无非是赔钱吗 你不缺钱吗 你不怕坐牢吗 我给你钱之后 这件事就翻篇了 如果你在这种世界上和解 躲过了所谓的牢与之灾 但是 你主动地接受了羞辱 他和当年那个唐山在摄像头底下 烧铐的殴打世界没有什么区别 没有什么区别 只不过这次被打的人变成一个老头了 所以是什么呢 是说 即便是 小涛想放过那个 孔某某 法律应该放过他吗 这种事情 还要在别的场景下再复制吗 第一 作为律师来讲 没有人会以损失当事人的利益作为代价 去追求一个不现实的结果 当事人如果说您觉得 这种风险我能承担 那我觉得您的选择 首先来讲 我觉得它是对的 你要接受这个风险的前提下 那我们就干 我依旧还是不同意这个江律师的观点 尽管他把这两边 继续战斗和和解的两个方案都讲了 但其实我们可以从这种话语间听到 江律师一再告诫小涛 说你能不能扛起去坐牢 我还是要说 我知道他的出发点 是出于这个对小涛的善意 但是我就是不同意你分析问题的方式 就是你就是认为坐牢是最可怕的 如果这个案件的事实 就像这个片子里的展示的那样 我不相信他会去坐牢 我的意见呢是不接受和解 为人子女 不可能替父亲去做这个决定 我们是付起这样的代价的 所以说我建议您一定不能和解 我们一定要抗争到底 和解 被打的父亲心里憋屈 可是起诉 却会增加父亲被判故意伤害的风险 战斗还是和解 现场的陶磊陷入了两难 此时在家休养的父亲表了态 回到今天探讨的案件原点 一个随意停车 一个蛮横拒绝 三言两语 话杠上了 事升级了 活脱脱的一个现实版的 你丑啥 随后媳妇来评事 岳父来助威 然而事没凭 却变成了拳脚相向 利人相见 这事态的升级 结局无非就是 打赢了坐牢 打输了住院 何必呢 老话讲 和气生财 如果在洗车店的门前 事发之初 双方能够心平气和 事态升级之后 双方能够及时降温 哪来的 今天的彼此两难呢 乘意识之快 痛快过后 往往是痛苦 好 接下来请三位金牌律师 阐述诉诉讼思路 我的诉讼思路是 着重于对您父亲 在是不是构成 正当防卫 进行一个辩护 同时 对您父亲的 民事赔偿部分 争取一个 最好的一个结果 我的诉讼思路是 坚持对方构成 寻衅资势罪 对我方从因果 关系角度来讲 做无罪辩护 然后不予赔偿对方的损失 我的诉讼思路是 以寻衅资势罪 向相关的部门提出意见 在此基础上 以您父亲 构成正当防卫 如果能接受 这样的风险的话 那我们 是不接受和解的 同时呢 会争取最大的 范围的赔偿 陶先生 经过两轮焦点论证 现在你可以选择 一位金牌律师 为你提供帮助 请选择 本欄目由灰山乳业 特约赞助播出 牛在身边奶更新鲜 鲜奶就喝 灰山鲜博士 金牌律师团 精彩继续 陶先生 经过两轮焦点论证 现在你可以选择 一位金牌律师 为你提供帮助 请选择 能站在我的角度 把我的这个利弊 考虑的非常全面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 我更加坚定了 用法律武器来维护 我父亲的合法权益的决心 因为咱们的律师团 从案件的本质出发 将这个案子分析得很透彻 这个事对当事人的家属 确实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那么我们内心讲 确实在一种矛盾的状态 矛盾在哪呢 第一个我们觉得这个事 我们说的有道理 比如说这个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 一个定性 然后最后我们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去应对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 但是矛盾点就在于说 我们这么去应对的话 给当事人能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也是有一点点遗憾地提出了说 这个事要不要和解 但是我从内心上讲 我是坚定地认为这个案件要去打 今天律师团表现的都非常好 尤其是他们在这个 做各个案件的细节分析上 做的都很到位 你包括这个 江律师他就最先提出来说 这个案件可能是这个 循姿势的方向来考虑 因为在这个案件里边 尤其是现在这个案件 已经进到这个司法程序里边了 就最好的防守是进攻 感谢收看由辽宁省司法厅 特约不应的 全媒体法律服务类节目 金牌律师团 金牌律师不止为您而战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